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东远 崩盘了 崩盘了 华为mate x5是彻底崩盘了 它作为目前市面上最有排面的折叠屏手机 如今也是无人问津了 现在档口已经积压了十几台 档口老板都发愁了 准备拿来垫桌角了 去年这个mate x5发布的时候一价到两万多 仍然是一级难求 现在的话 竟然跌到了几千块 可见这个跌价速度不是一般的快 就拿这个12加512系的配置来说 咱们在档口拿一个目前这个橙色非常好的 基本上是9500左右就可以拿下 像这些有点瑕疵的带点磕碰的 甚至可以便宜个一两千 咱就说它这个颜值 手感各方面设计都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这个跌价速度实在是让人情何以堪 有些朋友刚入手就跌价了一两千 甚至你拿去卖给这些回收的 他们也会使劲的去压低价格 生怕自己砸在手里 还有这个华为刚刚发布的P系列旗舰 Pero70最顶配的Pero70 Ultra定价是一万多 现在短短几个月过去了 现在在二手市场六七千就可以拿到一台非常精品的机器 咱就说这个跌价速度谁能比 就连这个被大家称为跳水王的三星跌价也没有这么快吧 接下来这个华为又要发布新款了 咱们也是真心的希望这个华为越做越好 顺便把这个价格也是定的亲民一点 毕竟这个上万块的手机不是大部分人都消费的起的 再加上现在的经济形势也不是太好 不要含了这些老客户的心 接下来咱们帮一个朋友讨一台这个15Pro128G的 这是一台国行的原色的在保修期的机器 机活没有多久 充电才20多次 外观是99新的 像这种机框可以说就是一个准新机了 目前在弹孔拿的话是5600左右就可以搞定 全新机目前的话是6100多 有个五六百的差价 接下来是一台15Pro Max 256G的 也是国行 激活才5天 再保361天 现在像这种机器的话 在市场上拿的话是7500 苹果最近所有的机型是有上涨的 不管是国行还是外版 这个15Pro Max 大家在平台补贴的时间最低 7300多就可以拿到全新机了 现在这个二手的都要7500了 这个行情也是真的让人看不懂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再来 咱们下期再见